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回到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和大家跟进恒指方面的最新表现 相比刚开始的表现比较 恒指现在升幅收窄了 升55点 做24653点 国企指数升57点 做11793点 底成交暂时有124亿 和大家跟进个别板块的表现 看见之前中资勸商股 都受到一些新闻打击走势 之前升了很多 亦都托着A股方面上 但见到内地方面 马上都有些监管两容的新闻传出 对于个别的一些勸商股 更加有被罚的情况 当时见到整个中资勸商股 马上受到打击 三大的勸商股 大家熟悉的海通证券 中信证券 和中国银河证券 马上跌幅都比较明显 和厉害 虽然说 现在这个跌势稍微有缓和 但今天来说 都继续有余波 见到就是中证监 中银监 和中报监三个会 将会联合监管两容相关的业务 即是说 不单止中资勸商股受雷 可能是内险 或者耐人都会受到波动 应该如何拆解这方面的消息 请来有我们研究部的一经理 直叫Fy Stanley和我们谈谈 Stanley你好 你好 现在怎么办 三大会联手 对监管两容 其实情况会不会牵然大波 其实这样看法 因为见到之前的时间 特别是在去年的第三 第四季度开始 其实内地股市又真的很刺烈 其中一个原因 你说为什么市场会这么厉害 最主要都是因为很多 两容方面的业务 特别是很多证券行 你见到他们都很进取 都令到市场的资金 都真的炒作的情况 相当切烈 其实你说这个现象 是对还是不对 很老实 以往的时间 A股的而且确是做得比较差的 有些叫活水 即激活市场 其实两容这一样 做得到的 但问题是 你见到它的声势 就开始越来越夸张 甚至乎 如果以回年尾的时间 其实A股是全球股市里面 几乎你可以说是最好的市场 仅次于阿根廷的股市 但阿根廷的股市 为什么会这么理想呢 最主要都是因为 当地有些货币的贬值 这些情况 但是如果你以回内地股市来计算的话 其实它升幅 真的很惊人 特别是这段时间 其实也是 但是自从是119 即119惨案那段时间 就因为突然之间 中正监就开始做事 说会可能监察这方面一些 发展的时候 整个市场就开始 突然之间 那个情绪 有点而逆转了 你说这件事是 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说原意上 中正监做这个动作 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特别是要多些规范 因为 市场 你太过是情绪化 就是太多散户去参与 以及那些叫急升暴跌的情况 都经常会发生 所以你试想一下 假设你不监管 不管它 不断创新高的时候 突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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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其实你最后输的 哪个呢 都是一些叫普通的投资者 所以变相 现在去做这些监管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 希望就 不要令到 那些叫普末 就是越来越大 因为 其实你说 我们的投资市场 没错的 的而且是很理想的 就是 气氛上都很好 但如果你再不按的话 一旦开始 变得有点疯狂的话 其实到时候 你才按 就太迟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说的 一些监管部门 开始要规范的话 其实是绝对合理的 但当然 你入了这些动作 对于投资市场来说 那气氛一定有些影响 但是 我相信作为监管机构 它们看的 是长远的 就是不是说 你这些短暂 因为有时 就是短暂的光辉 就真的一个 可能是 一盏晚就没有了 但是你说 怎样可以维持 一个叫做持久性 市场有个健康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样做法 就没有说错 就是没有说对错 但只不过 这样的部署 变相就是说 你对于市场的长远的发展 其实是健康的 嗯 那动作来说 我侧疑 都是保护整个股市 去到健康的发展 是有没有错 但当时的消息也出了 当时就是 中资献商股 都受当其冲 是有没有错 其实看到刚刚提及过 三只 比较大的正献股 看到当时都马上有急跌的情况 现在来说 都依然是保护裂口 依然都是在低位上 其实应该怎么看这个板块呢 昨天来说 看到可通证券为例 最近都成为了港股通 十大成交活跃的榜首 其实会不会变相 在这个时候 反而有些资金 去留入相关的一些 券商股去做部署 但是这个时候 打击够了 你又觉得这个时候 是不是入市 其实我又不太担心 甚至乎你可以说 上半年的时间 我对于这些券商板法的看法 都还是很正面 因为你没有 因为你始终 如果以个交投量来计 当然现在又缩一点 就是和你说 上年12月份的时间 是过万亿的成交 现在又的而且确 退回大概六七千亿的水平 但是即使是这个数 都好 你对比上年的同期 基本上这个数 升幅都是很惊人的 所以你可以预期就是说 在这上半年的时间 我相信他们的业绩的表现 应该不差 甚至你可以说 他们有很多的自然的业务 特别是海通 应该是比较多的自然业务为主 如果假设市况 还是比较理想的话 他们的表现 应该就真的不会太差 而且我都相信 因为随着胡广通也好 甚至乎之后的时间 可能是深广通也好 而且也有一个衷景 就是可能A股在下半年的时间 有机会可能纳入华的MSCI 这些全部的气氛上 又是你回投资市场的发展 而且如果再看深密一点 因为当你的指数 开始越来越受到一些 叫做国际的认同也好 甚至乎发展越来越好也好 基本上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就是到时你会有很多 衍生的产品会推出市场 可能是一些对冲的动作也好 所以变相之下 这个板块的商机其实是大的 但只不过我自己觉得 因为始终现在的交管机构 都真是很明显的 可能要做一些叫做调整 可能都希望市场暂时冷却下 所以你说是否这个时间买呢 我自己觉得不妨大家先等 因为又不需要太过心急 反而突然之间 反而突然之间 有一些可能是非理性 甚至乎可能第二期来 出现了一些叫做问题 原来A股是大跌的 那你说这些板块的调整的话 到时才买 我觉得都未迟 但是我自己相信 上半年都还可以的 下半年就暂时难说 因为始终是基数问题 因为你经常想想 你说过万亿的成交 是去年第四季的时间 除了一些假设 除了一些假设 今年第四季的时候 成交量可以去到 是万三万万四亿左右 如果不是的话 到时第四季的时候 这个板块的增速 有机会是会突然之间 複叛得很紧要 所以我变相觉得 就是说你炒上半年的 现在这样算 都还有大概是五个月的时间 你又玩这个板块 看来投资这个板块的话 OK的问题不大 不过就是要找个好位去入 而且我相信 在半年之前 他们有股价 应该有个机会 应该可以坐视这些高位 好 跟大家先跟进一下 整个中资券商股的最新表现 看到中资证券 现在没有升跌 最新报24.75 海东证券升四线 中国银河证券跌五线 中国光大暂时升超过百分之一 国泰军安在5.6 在升良线 Stanley除了中资券商股 之前有个跌势就着两融的打击之外 另外就着两融这个问题 现在是发大去到内银 或者内险 但是看这两个板块 这两个跌势又不是非常之急 只是脚转一点 慢慢向下走 但是照你看 这两个板块 又会不会 比起中资券商股 跌势又没有那么急 当然之前升上来那浙 它们都比较慢一点 内险做得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相信内人始终面对着比较多的挑战 我自己都依然觉得就是说 很多的叫做不容贷款 地方债这些问题 开始大家会关注 所以变相是不那么有利他们的表现 至于内险方面 其实情况又比较好一点 特别就是 我相信他们在基本面方面 都相信是比较强的 所以你要选择 这段时间 你要选择一个板块来买的话 首选我觉得是内险的 内险也有不同的 可能大家买A股投资 收益的话 又会买一些2628那些股份 又或者看本业 可能有些要留意 就是泰保或者泰平 其实你自己会不会选择 本身的基本业务 就是在保险方面做得好一点的股份 如果以内险板块方面 我的首选都是泰保和平保 因为如果以保险收入方面来计算的话 上映的时间 平保做得是最标签的一间 而这个泰保 虽然可以说上映的保险收入方面 做得不算太理想 但是如果以新移务价值方面的话 它做得不错 所以你要选择的话 都可以选择这两间就比较好一点 很快跟大家跟进一下 这两个板块的最新表演 见到建行跌一先 工商银行跌两先 中国银行升四先 农业银行升两先 最新报3.81 交通银行升1.1 见到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升幅不超过0.1 清幅不超过1 见到招商银行升17.36 中信银行升5.78 民生银行升超过2 重银行升近百分之二 光弹银行升一线 我们看看内险股方面 见到中银售升一号 中国平保升三号 中国人保跌一线 财险方面升一号 太平和泰保方面 稍为升不超过1 新华保险没有升跌 现价44.65 谢谢你Stanley 和你做新报 提及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国瑜节目见到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